比赛刚开场不久 四川全星队率先利用任意球机会展开攻势 彭小芳在接应翟标的投球百度之后 用右脚脚背将球垫进了球门 帮助球队在主场取得了梦幻开局 随后轮到国安队在前场寻找机会 周宁与谢峰两人形成简单配合之后 前者最后在禁区外的远射高出了门框范围 几分钟之后 全星队在后场的漫步惊心又送给了对方进攻机会 右侧进攻队员稍作观察将球传向远端 不过高峰最后的临门一角未能踢正部位 上半场中段 全星队继续利用卫群的助攻能力来创造机会 这次与翟标通过撞墙配合撕开了国安队的防线 最后助攻十号马迈罗将比分改写成了2比0 两球落后的国安队随后大举压伤 而全星队则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 马迈罗在后场完成投球解位之后 随即高速前叉侧动球队的进攻 而国安队的队员很难阻止他的突破 除了脚下技术出众之外 马迈罗的传球视野也是非常开阔 此次进攻最后由邹友登送出横敲 只可惜中路没有队友形成包抄强烈 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 国安主帅金智阳便换上20号南方加强进攻 由于比赛在大雨中进行 所以对双方队员的发挥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国安队的传宗踢丝却误打误撞形成了机会 好在门将李秋克通过及时的出击才化解了门前的陷阱 下半场一边再战 国安队防线的失误险些酿成大作 不过彭小芳面对空门机会并没有完成射门 最后24号杨哲的低射偏出了进门柱 随后国安队尽管使出了18般无疑 但始终无法攻破李秋克镇守的球门 在整个下半场的比赛中 李秋克至少上演了四五次关键普及 这名乌克兰文将当年也是深受穿于球迷的喜爱 估计对他还有印象的球迷现在已经三十好几 真的是岁月不饶人 小编也是非常怀念当年在电视机前看球的时光 最终四川全星在主场以2比0的比分拿下了首回合的比赛